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这个政治选举 第二个他要办一个川普媒体 川普电视台 第三个他要搞一个这个叫什么 这个2024年选举 他准备布置2024年选举 那您对这个他三大事情您有什么评价呀 我想这是很合理的 如果他的健康许可 这个川普就应该如果在冷静的就接受的 现在这个选举结果 然后呢就休养生息 就像我要跟他讲这个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1962年这个七千人大会以后 退居二线 然后到了1966年 服出搞一场文化大革命 这当中也是刚好四年 这个时候毛泽东到哪去呢 他也是休养生息 退居二线以后就读书 读什么三国志啦 这个什么二十四史啦 什么这个资质通鉴呢 就想想把这刘少奇怎么给弄下去 说实在的我现在看拜登这个样子 越看越觉得他像刘少奇 那个样子是不是 所以呢这个四年呢 而且呢这个时间非常的短 也用不着四年 因为两年之后就是中期选举 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两院呢 又热闹了 而且呢我老实说这几天 我非常中肯的就看拜登这个表现 我认为拜登这个人呢 他还是蛮有风度的 他有一个好处 他形象啊就是好像老派的这个身世 当然是不是衣冠禽兽 我不敢说 但是呢 但是呢 他这个穿衣服蛮会穿衣服 但是他一点都不走 但是呢我看这个四人帮 这个AOC跟这个黑命集团 气势汹汹的 要跟他这个要关 要这个要齐节绑架 我很担心以他这个年纪 他现在这个气场 他能不能够 不被这些革命小将啊 把他给被他这些人齐节 是吧 而且后面还有个贺锦丽 也就是大陆说的这个哈里斯 等下我们来讨论 判断和贺锦丽的问题 我们现在这一期讨论川普 你认为就是判断如果不行 就给了川普的机会 是吧 那川普 是吧 川普其实 他今年几岁 74 四年以后就是78 78如果卷土重来 也就是拜登今天的这个年纪 但是他只要把这个身体调养好 我最怕他是什么呢 就来个中风了 这个暴血管呢 一口气上不来 然后这个脑冲血那就完蛋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川普天不塌下来 川普现在还有七千万的工农兵 真是工农兵 工人阶级农民军队都是 军队基本上这次不支持他 不支持吗 对 对 军队不支持 真的不支持他 他得罪了军队 这个是他最糟糕的一方面 那么的有工农的这个选票吗 工农 那你这个四年呢 就闭门思过 就想想这四年来 你犯了一些什么错误 正如我说的 他犯了一个错误是相当积极的 不他不应该出口啊 就是侮辱这个阿利桑拿州的这个参议员 这个总统候选人 这个约翰迈凯恩 人家的这个越战的这个老兵 曾经当过胡志明月控的战俘 人家呢 在这个监狱里头待过三年多 而且的复活商被这个月控啊 这个毒打 然后呢 真是这个是个国民英雄 现在我想啊 这个共和党老一代的 就是迈凯恩这种人剩下来太少了 现在活着的一个就是彭斯 现在他应该呢 就是说要检讨 其实这个川普是输的 非常的不值得 我回头想想 只要他四年来少发 那么十来条的这个推特 他稳定当选 不管你这个 这个冠状病毒不病毒 他就是大嘴巴 大嘴巴 所以我想啊 等于他都想 哎呀 所以也说回来 有很多美国人一看见他的这些 非常刻薄的这种人身攻击 对这个迈凯恩啊 又说这个佩洛斯西又老又丑啊 他们会觉得 我不管你这个川普什么反共 是如何的大 这个有勇气 总之你这个人离我这么近 你说出这种屁话 我绝对不能让你当总统 可能在美国选民 他们有自己的道德标准 是不是 那你这个香港人 台湾人在这个在物理看花 在十万八千里以外 看了这个川普是不一样的角度 这个中国民国的时候 这个美学大师 这个朱光潜啊 就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说对一颗苦松的三种态度 所以我们看这个松树啊 植物学家有植物学家的角度 这个画家有画家的角度 看这个松树 植物学家说这个歪脖子 这松树里头是不是有病呢 是不是有病菌呢 但是这个画家一看这个松树 这个松树这个歪脖子正好啊 在这个水墨画里头怎么怎么写 写出这个 要之松高节带到这个 欲之这个松高节要带到血化石啊 像陈毅这种写这个松树啊 这个就看到不一样的角度 文学家看松树也不同的角度 所以看川普啊 也全世界的人看不一样的角度 所以不应该对任何的这个批评也好 赞美也好 都不能够求这个全责备 所以呢这个川普这个问题的暴露了很多人 很多人啊 这是这一次有点的情绪化 是不是 你问我要我投票 我一定投川普 为什么呢 我不是他的铁粉 我认为这个拜登这么年纪 而且是这么平庸 缺乏性格 川普比他当总统适合 至于川普出口商人 我认为这是小资小节 不是问题 但是很多美国人把这个问题放得很大 见目不见灵 那也没话说 我早说过 这是美国人总统 又不是我们的这个特首 我们的这个香港特首 也没办法投票 但是英国首相下一次 我有权投票 所以呢这个 说这个 说句这个心理话 我想这个川普这一次是非战之罪 而且呢这是对他来说是上级的结束 下级呢会更精彩 你觉得他还有下级 当然有了 当然有了 因为他钱多嘛 有能力嘛 你觉得他会坐牢吗 不会不会 这些是谣言的 有什么坐牢 就是有三十多宗案子 是吧 有的这是 四百多 四千多宗 还有的是什么联邦的 有什么地方的 我看这很多潜在的案件 有的是不是有刑事案 有没有欺诈呢 有 是不是 有没有欺诈呢 这是不是刑事呢 有名字和刑事 他有这么多的钱 有这么团队 而且呢 我想啊 我想啊 要把一个前美国总统关进监牢 这不符合美国的整体的国家利益 是不是 你人真的要羞辱他 就等于羞辱你们美国选民自己 就等于说那七千一百万人都瞎了眼睛 是不是 也等于说共和党啊 也瞎了眼睛 你美国 今天美国不是南韩 南韩可以把这个右翼的这个总统啊 什么李明博啊 什么朴槿惠的一个个判那么二三十年 你美国不是南韩这种国家的同一个层次 是不是 所以呢 我而且我不相信这个川普这这么多的罪名 很简单 川普在台上四年 我不听不停的听那香港的那些人说 这个川普捞了很多钱啊 星期五啊 这个股票啊 快收盘的时候 他就崩出一个坏消息 然后这个股票大跌啊 星期一啊 股票上来啊 他又 这个 又又又又又 因为他是公布什么好消息 这一来一回他赚的钱能少吗 如果是这样 这就第一条罪名 但是川普跟你说我当总统的时候我六十亿美元财产 我四年以后我变成三十亿 如果这四年他利用他这开金口在股票市场里头捞钱 他今天呢 负的比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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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云呢 加这个马化腾 加黄建林呢 还不得了 是吧 所以呢 这些还是这句话 你要你要等证据 不能说什么三百宗啊四千宗啊 我是我不太相信 而有的是是这种无聊的恶意的诉讼 我想呢 大最多什么三四十种最多 就满税啊 逃税啊 能够用钱解决的都可以用钱 都不是问题 是不是 不过呢 就是川普总统的 实际的罪吧 是两方面 一方面是联邦罪 联邦罪是可以特设的 他自己可以特设自己 虽然有法律争议 彭斯也可以特设他 假如彭斯代理总统的话 那么半点先生也可以特设他 但是呢 纽约 纠缠他的案子里面 就是昨天 星期四的华尔街日报已经讲了 他面临到刑事和民事的风险 而这些事情是不以民意为转移的 你民意可能是支持川普 但是法庭怎么判就法庭怎么办 陈曲扁当时也是这样啊 很多人也支持陈曲扁啊 最近还是判了 所以我觉得 这个里面可能还是等到 这种有没有证据 就会没证据 有没有证据 我们下集完 还有